鸾飘奉伯 插喜无千拙 闭日浓音吹剑伯 放眼暮云楼阁 西风浪卷澎湖 长空艳阵模糊 想见天公老笔 寒林刺地成图 这首词是启公先生写的 清平月舍客永落叶 这个全词啊 您看写的都是落叶的事 但是一个落叶没有 没出现落叶两个字 这个过去啊 好多文人啊 爱做这种文字游戏 尤其启先生是奇人 好多奇人呢 都爱唱叉曲 写叉曲 好多叉曲 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比如说 赞风不露风 赞雪不露雪 赞花不露花 说的是这东西 但是词句当中呢 没有这个名称 不出现这个字 您不是说 我给您举个例子吧 赞风 赞风是这个 说风的事 他是怎么说的呢 竹影摇红雁 来回那个红雁啊 那火焰一摆 那不就是风吹的吗 透沙窗 什么能透过沙窗 风 雨后生寒 下完雨 您觉着凉 为什么觉着凉啊 来了一阵小风 您就觉着凉了 荡而幽 洋花五柳 到了春天了 飘的那个杨绪 那杨绪 他怎么荡而幽了 他是风 把他卷起来了 叫荡而幽 五柳呢 那个柳树 这一跳舞 来回一摆 也是风吹的 那么竹韵悠然 您听吗 那个竹子 发出来那个声音 大家伙呢 在竹林边上呢 有的时候呢 听涛 听这个风吹 这个竹叶这个声音 那是十分响的呀 那也是因为有风 才能够产生这个声音 等等等等 这差语也很长 我就不给您全介绍了 这就叫赞风不漏风 那么启弦这首呢 词 是赞落叶啊 永落叶 而没有落叶 鸾飘凤薄 也是这意思 呃 飘薄 就跟那个鸾凤一样 啊 他有舞蹈 这里边很好看的 您们也瞧是落叶 啊 飘飘扬扬的 嗯 也很好看 插洗 无千拙 这个千拙是怎么意思 是弓箭 这个满洲人呢 擅其射 千拙呢 特指那种啊 带神的带馅的那种剑 射出去 那叫千拙 那么这两句连着什么意思呢 就是启先生说那个落叶呀 嗯 跟鸾凤一样 但是你不用害怕 没有人偷猎 没有人用弓箭去射它 闭日浓音 吹剑薄 薄就是薄啊 吹的剑薄了 闭日浓音呢 那是有树叶的时候 现在啊 一阵风下来了 把叶子都吹落了 吹的越来越薄了 就挡不住了 所以底下说 放眼 暮云楼阁 原先看不见 现在全看见了 是因为叶子落了 挡不住了 西风浪卷澎湖 啊 西风啊 您可听明白了 西风完了就是北风 西北风 那是冬天 秋天呢 啊 这个树叶 西风一刮 慢慢的都落下来了 所以从这句上看 能看出来是秋天 开始落叶了 澎湖是哪啊 可不是澎湖岛 澎湖湾 不是那地方 是蓬莱湖呢 是九湖的湖 我们过去啊 称三仙山的啊 其中有个澎湖 就是蓬莱岛 长空雁阵模糊 那不是沐云楼阁 献出来了吗 但是由于落叶 在这个啊 天上飞舞的 那个大雁呢 不开始往南走了吗 这也是说秋天 你看他处处要点蹄的 哎 这个燕镇呢 只有春秋两劲才有 前面这西风说是秋天了 所以这是往南去的 由北而南迁的燕镇 由于落叶挡着 可就渐渐的越去越远 也模糊了 看不清楚了 想见天公老笔 寒林 次地成图 这个寒林呢 那就是冬天的树林 成为寒林了 是不是 它成为一幅图画了 这个寒林图是怎么成为的呢 是次地成图 渐渐的成为了图画 谁画的 天公画的 天公这根老笔画的 只有他 大自然的力量 能够画出寒林图 那么美的图画来 这非是一般人工 所能够达到的 这首词写的意境啊 也非常的好 可以说是 赞落叶 而不漏落叶的 这么一个精品 那么投了家 社课二字 您可就听明白了 这也是启功 少年之时 上学的时候 做的这么一首功课 那么几句词啊 念罢 书归正传 揭说这一段启功传 上回书咱们说到了 启功的这个姓氏 他不愿意啊 心爱新觉罗 也不承认自己 心爱新觉罗 那么他跟朱家进先生啊 之间还有这么一个笑话 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家伙都知道啊 朱家进先生和启功先生 这老二位是好朋友 而且呢 俩人都是故宫博物院的专家 都是专门研究这个文物的鉴定家 那么俩人呢 经常一块啊 一块去这个故宫 到故宫里开会也好啊 研究点什么呀 鉴定点什么东西呀 经常一块去 两个人呢 走到这个故宫啊 这个朱家进先生就跟启功开玩笑 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 到军家 这句话怎么意思呢 就是启功不是皇族后遗吗 不是雍正的九世孙吗 那么故宫呢 是这个当初清朝皇帝住的地方啊 啊 你要是大清朝不灭亡 你不是也在这里住着吗 所以啊 这个朱家进呢 跟启功开玩笑 说到军家故宅了 那么启功呢 敢忙的就跟朱家进说 说什么 说不 是到军家故宅了 没到我们家 到你们家了 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我们这清朝啊 这故宫不是我们盖的 这皇宫 这皇宫 我们打哪接手的呢 是接手的明朝的 明朝的皇帝姓什么 姓朱 这分明是到你们家的旧宅了 说完这句话呀 这个朱先生 启先生 两个人相试试 哈哈 大笑 可其实呢 启功先生什么意思呢 他说这个故宫啊 既不是我们家的故宅 也不是朱家进朱家的故宅 和我们俩人啊 没有任何的关系 你别人啊 也用不着给我们往上安 我们呢 也用不着攀这个亲戚 攀龙富凤 也根本没想往这上攀 书说到这儿啊 我还得说一个我自己的事 这个笑话呢 嗯 在这个启功先生的口书历史里边呢 记载了 在启功俊语当中呢 也记载了 我经常给别人讲 有一回啊 我在说评书 说聊斋的时候 我就提到这笑话了 这段呢 叫白鱼玉 要上口呢 念博鱼玉 哎 这是聊斋当中啊 很有名的一段 可是我说完这个笑话啊 嗯 当时没说太清楚 嗯 当时我就说呢 这个启功先生说到军家啊 顾宅了 这就完了 后边我没解释 所以好多人呢 就认为啊 朱家进先生可能啊 真的就是大明朝诸事后遗了 那么当时电台就播出了 电台播出之后呢 有的人就给我指出来了 说岳波这点你说的不对 说的不对 这个启先生呢 他的意思呢 是说我也不是呃 这里边的人 朱家进你呢 也不是这里边的人 确实朱家进先生 跟这个大明朝的诸事 一点关系都没有 哎 可巧 朱家进先生的后人呢 呃 也听了这段了 还给我呀 写了一封信 寄来这么一份资料 这个资料里边呢 写的很清楚 就是朱家进先生呢 是这个宋朝啊 您都知道啊 宋代大儒有个很有名的理学家 朱喜 嗯 朱喜呢 他有个七世孙 叫朱寿 朱家进先生就是朱寿 这一只上的后人 是朱喜的二世五世孙 哎 那么一直到了这个清代呢 呃 这个朱家搬到北京来 那么朱时后人呢 呃 给我这封信呢 写的非常的清楚 这信上是这么说的 他说王月波先生 十分喜欢您说的聊斋 索汉呢 未能够当场受教 这个我也不敢当啊 在这我也要跟大家伙声明一下 欢迎您各位都到现场来听评书 因为这个到现场听评书呢 跟在电台里边听呢 跟在网上听啊 感觉还是不一样 那么这位朱先生呢 呃 后边接着说 说近日啊 听到博于一节 其中内容呢 还望与您商趣 啊 人这个话说的很客气 他接着说 说书中提及启公先生 与朱家进先生在故宫相互玩笑 这是事实 然而 朱先生不是明朝宗史后裔 朱家进先生 是宋代理学家朱喜之二世五世孙 而萧山朱氏一世 自文端宫一家 在北京已有八代 按祖之命名排辈 于二百年未敢火望 那么这信里面呢 写的就非常清楚了 朱家进先生呢 是宋代理学家朱喜的后人 啊 跟这个大明朝朱元璋他们家呢 呃 一点关系都没有 可见启公先生当时说的这个话 这个玩笑 呃 还是非常有道理的 是我也不是这家人呐 呃 您也不是这家人 根本人家就没想跟这个皇室 攀上任何的关系 可是呢 呃 启公先生就说 有的人呐 这专门好这套 啊 他给我写信呐 他就爱写 爱心觉罗 点启公 嗯 这信品就这么写 一开始启公呢 就是一笑了之 可是后来啊 越来越多 这启先生所姓啊 就在信品上 写了这么七个字 叫查无此人 请退回 这个启公的身份证户口本 正式的档案资料 从来他自己就没写过 爱心觉罗点启公 啊 也有人呢 管他叫金启公 这个启公 嗯 更不能接受 而且这是从感情上不接受 爱心觉罗呢 咱们前文书交代过 翻译成汉语啊 就是金的意思 那么真要说叫金启公呢 呃 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但是呢 启公他本人 不愿意接受这样 为什么呢 就是清朝灭亡以后呢 按照这个袁世凯定的那个 清史优待条件 所有的爱心觉罗事都改姓金 那都叫金什么了 但是呢 本身这个爱心觉罗呢 他都恨袁世凯 因为这个爱心觉罗事呢 对袁世凯 您琢磨琢磨 啊 他是窃国大道啊 他当这总统啊 这个皇族的人肯定恨他 说他呀 出尔反尔 招令西改 而且呢 不讲信誉 启公先生就说 说袁世凯是一个十足的 狡诈的政客和独裁者 那么启公的祖父 在临死的时候 给启公呢 讲了两件事 嗯 也可以说是对启公的遗嘱吧 其中有一件事情呢 咱们后文书啊 也有交代 另外有一件事 很重要 就是启公的爷爷跟他说 说你绝不许姓金 你要是姓了金 就不是我的孙子 就可以说是祖父的一命啊 呃 后文书啊 咱们要说到 启公在一岁的时候 一岁多一点吧 他父亲就去世了 啊 他是跟着祖父长大的 祖父呢 也是他的启蒙老师 祖父临终一言 两件大事 其中就有这么一件 就是他绝不允许姓金 您说 他还能叫金启公吗 那么这倒不是说 啊 嗯 启公呢 呃 不能叫金启公 可以叫 但他要叫了这个呢 就是违背了祖训了 甚至于说呢 在他认为就是投降了 袁志凯了 啊 但是 启公先生呢 曾经有过一回 被迫的 短暂的 在 纸片上 啊 被这个冒姓过一回金 当然这也是事出有因了 啊 这是怎么回事 后文书 咱们还有交代 这个启公说啊 说这个 大宇的儿子啊 就姓启 就叫启啊 启公先生说了 他说这个大宇的儿子就叫启 嗯 咱们都知道啊 嗯 下传子 家天下呀 打这儿以后这个皇权都是爸爸给儿子 笨儿笨这么往下传 这个下朝就打启而立 那么启公呢 有一方贤章 叫公在羽下 他不叫启公吗 公在羽下 羽下不是谁呢 就是启 哎 我这意思就是我叫启公 嗯 他还有两方小的仙章 一个呢叫启鱼手 一个叫呢 启鱼足 他呢特别喜欢这几方仙章 一个是公在羽下 一个启鱼手 一个启鱼足 经常就盖在他这个书法作品上 还有一个小插曲 就是在他这个考小学的时候 他考了一个第四名 当时发榜的时候呢 这个第四名上写的是曲公 写的哪个曲呢 曲东西的曲 这为一个耳刀啊 这为一个柚子 这怎么回事呢 这启公后来分析 可能啊 是报名的时候 那位啊 写姓名的呀 填写材料的那位先生啊 呃 是齐曲不温 哎 他听错了 他就听成曲公了 可是姓曲的曲有啊 是曲折的曲啊 怎么写了一曲东西曲呢 这个很奇怪 所以呢 启公的糊里糊涂的 姓国一回曲 总而言之吧 这个启公 这个姓氏 咱们呢 就给您说到这了 他呢 是不愿意 嗯 写上爱新觉罗 也不愿意写这个金 但他 确实啊 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 雍正的第四个儿子 就是弘历 这您都知道啊 他继承了皇位了 就是日后的乾隆皇帝 雍正的第五个儿子 叫弘昼 这个弘昼呢 跟这个乾隆的弘历呢 不是姨妈生的 弘历是第四个儿子 弘昼是第五个儿子 哥俩 哥俩可是哥俩 实际他们俩的出生 就相差一个时辰 就差这一个时辰 说现在话 差这俩中头 两个人的命运呢 是截然不同 启公先生 就是弘昼这枝上的后代 那么弘历跟弘昼 这哥俩 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咱们下回 接着说